李守信,马匪出身的小混混,唯利是图的小人,为何能成正牌的国君?点个订阅不迷路,开心快乐每一天。 李守信,蒙古族人,其一生中所担任最重要的职务是伪蒙古军总司令,同时间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 伪蒙古军以及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是由清华日军关东军所掌控的军队和地方政府从照片上即可看到。 当年的李守信曾头戴日军军帽,身着关东军的制服是个典型的投降派。 其间,李守信与清华日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干了许多出卖祖国,主权的龌龊坏事,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干的这些丑事吧。 作为日本关东军最要好的朋友,李守信无疑是民国时期的一大汉奸,李守信,生于内蒙古卓索图蒙土莫特幼奇,一个小地主家庭, 十四岁时娶媳妇时,以练得一手好枪法,成为了民团的一名马警,在当地非常有名声了。 此后,到建平县参加了直系的热河游击队,旋即。 李守信随队投奔凤系军伐张作林,被提拔为连长、营长,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第三十四骑兵团长。 参加了镇压嘎达梅林组织的保卫蒙古土地的起义,九一八事变后,李守信曾率部抵御日军的侵略。 关东军进攻热河,汤玉林丢甲弃亏,继长城抗战失败后,李守信率部在内蒙古自治区赤丰市北部临溪县投降,靠投靠日本关东军以后, 李守信当上了热河游击师司令、查东警备军司令等委职,并率部攻打在查哈尔地区,由冯玉祥及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双手沾满了抗战军民的鲜血。 1936年5月,李守信参加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并出任了伪蒙古军副总司令。 1938年,李守信又出任了维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不过,明明做了卖国贼,李守信却总是要以清新脱俗的理由来安慰自己。 比如部下问他抗日问题的时候,李守信就回答说,抗日当然要抗日,但抗日总得需要武器装备吧,现在日本人给我们扩充装备,我们就不要节外升职了。 要耐心等待时局变化,另有部下问他,不怕背上汉奸的骂名吗?李守信说,假如以后国贡一起惩治汉奸,那和我同命运的人有很多。 我挑起来一杆,不愁没人响应我,但如果国贡分家,只要我有人有枪,就更加有活动空间,可以左右逢源。 实际上,李守信也不是生来就是汉奸,李守信本属于奉军序列,在1922年,他还是奉军一个骑兵团的团长。 之后十年中,李守信也参与过镇压嘎达梅林起义,但却始终不得晋升。 1931年9,18事变时,李守信仍然只是东北军驻热河的一个骑兵团团长。 1933年,日本关东军和维满洲国联军共同进犯热河,奉军主将汤玉林不战而逃。 李守信则果断地选择了投降。 投降之后,日军将李守信任命为热河游击师司令,管理下属6300的人汉族支队和一个1700多人的蒙古兵支队,另外还有一个炮兵大队,从团长瞬间变成司令,并且武器装备也都更新了一遍。 这种不劳而获的感觉,让李守信十分着迷。 日本在占领整个热河地区后,又开始向查尔哈地区进军,战略重镇多伦首当其冲。 为了检测新边的部队是否忠诚,日本人便派遣李守信向多伦发起了进攻,李守信当然知道日本人的用意。 为了能挣个好的印象分,他让部队倾巢而出,是要拿下多伦,当时多伦的首将是日本人不太信任的刘贵堂,城中守军共有7000多人,李守信全力出击,又善于谋略。 他故意迈出破绽,引诱刘贵堂进行偷袭。 在刘贵堂陷入圈套后,李守信大开杀戒,一战歼灭了刘贵堂2000多人。 刘贵堂被迫撤出多伦,一路逃向张家口,李守信则兵不血刃地进占了多伦。 驻守多伦期间,李守信上演了一出震惊世人的双簧。 实际上,在刘贵堂败退后,冯玉祥就已经在张家口组织起了查哈尔抗日同盟军。 由吉鸿昌率领的抗日同盟军迅速攻占了多伦周边县城,并对多伦形成了包围之势。 为了减少损失,吉鸿昌派出了姚景川去做李守信的思想工作。 关于这件事,李守信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谁是真抗日,谁是真投敌,只有盖棺了才能定论。 现在我们和日本人拉上线了,绝不能轻易放弃多伦,必须要厮守几天。 看一看抗日同盟军的力量如何,再瞧一瞧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抗日同盟军派遣了一万兵力进攻多伦,但大部分却都是轻武器,这就更加坚定了李守信守城的信心。 随着雨季来临,抗日同盟军的进攻一筹莫展,无奈之下,吉鸿昌指得又派出姚景川去做工作。 姚景川告诉李守信说,现在苏联人已经决定给冯玉祥一百万支枪,不久就可以通过外蒙古运过来。 如果你归降冯将军,既能得到抗日英雄的美名,又能得到实惠,但李守信却认为,冯玉祥此人不可信,他如果投靠,根本不会得到什么优待。 眼看进展不顺利,姚景川又劝说道,冯先生真心抗日,得到了全国各方面爱国人士的拥护。 如果这次连多伦都收复不了,人们就要大失所望,现在你只要把多伦让出,便可以振奋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 这就是对抗日的最大贡献,李守信有些动心,随即他与姚景川进行了一番深入探讨。 最终,李守信答应暂时借出多伦一个月,并且他表示,如果到期不还,他定然会兴兵来取。 就这样,抗日同盟军开始虚张声势地加紧进攻,而李守信则不断向日本顾问诉苦,希望上风能主动下达撤退命令,收到求援信息后, 驻热和日军负责人松氏孝良,担心李守信被抗日同盟军消灭或是收编。 于是很快下达了撤退命令,李守信顺利将多伦送了出去,之后,冯玉祥将这一消息通电全国, 整个民族士气位置一震。 一个月后,李守信率部来取多伦,双方又默契地进行了一场战斗,李守信最终重夺多伦城。 这件事之后,李守信开始卖力地为日本人效力,甚至于,他还跟随德王去东京拜见过天皇。 日军投降以后,李守信见风使舵,随德王赴重庆进业国府高层, 竟然被任命为第十路军总司令,热河省人民自卫军总司令, 骑兵第六军军长,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国民政府东北行员中将军事参议等职。 李守信,昔日投靠日军的汉奸,未被国府追究投降日军, 镇压查哈尔地区抗日武装的责任,摇身一变,竟然成了正牌的国军。 极具讽刺意味,解放战争中,李守信所部被为解放军, 全歼于内蒙古通辽市西部开鲁县境内。 此后,李守信如丧家之犬,逃之北平,台北,蒙古,1950年。 出逃的李守信被蒙古边防军逮捕,他在同年被引渡回国, 以为蒙江政府战犯身份,在北京锒铛入狱,开始了长达14年的改造。 出狱后,李守信担任了内蒙古自治区文史馆馆员, 并写下了30万字的李守信字数回忆录。 1970年5月,李守信病死在呼和浩特,终年78岁。 本期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不知各位读者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不见不散。